那接着我们就来看 最后一个要素的就是利润 利润呢 它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的 有我们讲呢 利润其实就是我呢 一开始呢 接受投资 自己也去筹了一笔资 然后呢 使得我企业有资产了 我就开始去运转了 运转了 有收入了 有费用了 我最终是要干嘛 就是盈利呗 那你到底盈利的怎么样呢 我们专门有一个指标 去衡量这种结果 这个指标就叫利润 所以我们讲 它是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而具体来说 它怎么构成呢 是收入减费用 加上利的减损失 啥意思 有收入有费用 那肯定有利润呢 前面讲 我卖这批服装300万 成本200万 收入300减成本200 当然这个说的是成本 其实是费用啊 所以你收入300减费用200 这可不就是利润吗 所以收入费用肯定会使利润增加 同时利的损失会不会影响利润 注意了 利的损失 咱们说的是 它有两个去向 一个是去向我们所有者权益 一个是去向当期损益 所以这里提醒注意哈 这里写的利的损失指的是 他们进入当期损益的这一部分啊 就你这些利的损失是进入当期损益的 你进入当期损益 你不影响利润 影响啊 我卖厂房 我有经济利润的净流入 然后我支付违约金 我有经济利润的净流出 那你这种流入流出尽管是非日常 那是不是也会影响着我企业的利润呢 也会 所以我们说是不是也得考虑啊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式子啊 收入减费用 那么这代表着日常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经营的成果 一个利润 然后利得减损失 那么这些它反映着是非日常活动之下的一个经营成果 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就把整个日常活动 非日常活动的经营的结果都汇总到这了呀 这就构成利润 但是有同学会啊 有点基础会说到是不对呀 我们平时学的利润它不是这个式子呀 我们平时学的就是什么 就是利润等于啥 等于收入减什么 减费用 并没有说利得和损失的事 没错 其实这就是一个广义和狭义的问题 我们这里给大家列示的这个公式呢 关于收入和费用都指的是 狭义上的收入费用 所谓狭义 那么意思就是他们都指日常经营活动当中的这些收支 但是我们所学的一般的会计等是 说利润等于收入减费用 这里的收入和费用 我们是从广义的角度去定义的 如果是从广义的角度去定义的 那么这时候的收入和费用 它不仅仅包括日常经营活动的这种收支 也包括了非日常活动的这个利得和损失 所以我们这个一般的会计等式中的收入 相当于包括日常活动的收入和非日常活动的利得 损失包括日常活动中的费用 包括非日常活动的损失 明白吧 所以它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 但是我们这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利润的构成 就写的很细致了 而我们一般的市值确实就会用这个广义收入和费用 去体现出利润它 这是角度不一样 但市值没有问题的啊 好 那么它的构成知道了 所以你其实会发现 那利润就是取决于收入费用和利得损失了 所以它的确认跟那个所有值权一样 不由自己决定 直接由其他要素决定了 那对于利润来讲 它就由收入费用利得损失所决定了呗 好 这就是我们所讲利润 讲完了 那说到这呢 我们整个六大会计要素就讲完了 但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是第一次接触这些要素 所以可能不是特别能听懂哈 但是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能听懂七八成就已经很好了 后续随着学习的深入 我们肯定会理解的越来越深刻啊 好 接着我们就继续来看的是 第八点 关于呢 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 什么叫计量属性呢 那我们说计量属性之前 我觉得有必要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计量 计量是什么 计算一下 衡量一下呗 是不是 这是字面上的理解 那我们来看 它是指呢 为了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 登记入账 并列报于财务报表 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 什么意思 我计算一下 衡量一下这个要素 我之所以计算你 衡量你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这东西到底是多少钱 你这要素到底是多少钱 在报表中反映的金额是多少呢 这就叫计量 所以我计算一下 衡量一下 看你到底是多少的金额 在报表中怎么体现 这就是计量 关于这个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个判断题 你看说法 对不对 说会计计量是为了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 登记入账 并列报于财务报表 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 对吗 对 我为什么在这样 把这个设置为一道题目呢 第一个理解这个概念 第二个 这是一道真题 考试考过这东西 这叫计量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从字面去理解 计算一下 衡量一下 不就是说 我要把你列到报表 你到底是有多少金额吗 对吧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计量它的定义 好 说的计量 说完了 那咱得继续说 计量属性了 计量属性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 我这里有这样一支笔 是我的 假定说 这支笔呢 我去年买的时候 花多少钱呢 我去年买的时候 花了500块钱买的啊 然后呢 假设呢 现在市场上 同样有这样的笔来卖 这样的笔现在市场上啊 现在的市场上 一支新的笔的价格 假定跌价了 因为电子产品嘛 跌价还挺快 假定是450块钱了 然后假定呢 现在我这支笔 我准备卖掉 然后有学员朋友呢 愿意给我买 说彭老师用了上课的笔 买了他考试必过 谁愿意买我这支笔 假定这学员愿意花多少钱呢 比如说他愿意花420块钱 来买我这支笔 好 那我现在的问题来了 请问我这支笔值多少钱呢 我这支笔到底值多少钱呢 去年买的时候是500 然后现在市场新的笔呢 它是450块钱 而且我这支笔呢 可能只有八成新了 然后呢 还有学员朋友呢 他愿意花420块钱 就愿意买我这支笔 那我这支笔到底值多少钱呢 好像每个数字都可以 但是我们去进行计量的时候 不可能说从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数字去衡量同一个东西吧 那到底怎么解决这个事呢 这就是计量属性的事 我们这里所说计量属性 就是来解决这些要素 到底用什么属性来计量这个问题的 所以你来看一下 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 它主要包括五个 一个就是历史成本 一个是重置成本 一个是可编先进制 一个是限制 一个就是公益价值 所以这么五个 那我们接下来对这五个计量属性 分别都逐一的跟大家来讲一讲 首先历史成本 看到历史两个字就知道 历史那是真实发生的咯 对吧 所以它是指什么呢 看好了 资产是按照其购置的时候 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或者是按照购置资产时 所付出对价的公益价值计量 什么意思 资产就是我原来取得的时候 花了多少钱呗 这不就是资产的这种历史成本吧 我这是比去年买的 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五百块钱 所以历史成本是多少 不就是这五百块钱吗 对吧 就是这五百块钱 好那负债呢 负债是按照其承担现实义务 而实际收到的款项或资产的金额 或者承担现实义务的合同金额 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 为了偿还负债 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负债呢 其实把这定义写太复杂了 简单理解就是 比如啊 我昨天借了你二百块钱 那么请问 我现在对你的负债是多少 不就二百块钱吗 所以我昨天找你借的是二百块钱 这种昨天借的债导致我现在有了现实义务 所以我现在承担这个现实义务 我昨天实际收了多少钱 我昨天实际收的十二百 这二百不就是你的历史成本吗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是签了一合同 你借二百块钱给我 这合同这现实义务对应的金额 是不是就是这二百块钱呢 对吧 所以说白了负债 就是我当时因为承担这负债 我实际收到多少钱或者资产呢 所以他强调当时实际的一个情况 这就叫历史成本 所以历史 历史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着的一个价值 资产也好 负债也好 它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这才会叫历史成本 听明白了吧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说重制成本 重是什么 重新呗 智呢 购置呗 所以重制重制什么 重新购置一下 重新置办一下 这东西要花多少钱呢 其他是指资产 按照现在购买相同或相似资产 所要支付的现金 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伎量 注意了 重制成本 他通常只说资产 不说负债 比如说我这只笔二 那我们说 现在你重新去买呢 市场上的新的笔的价格是 四百五十块钱 那我这只笔是八成新 所以我这只笔 我现在要同样买一个这样子的笔 要花多少钱呢 或者他重新购置一下成本是多少呢 不就四百五十块钱 成百分之八十吗 这就叫重制成本 所以是重新购置 相同或相似资产 要付出的代价 明白了吧 举着这笔的重制成本 咱也算出来了 好那接着再看 第三个叫可变现 净值 可变现净值 这个净是什么意思啊 净是跟总有关的 是不是 就是总是总的金额 那与总相对应的净 是不是把总的金额扣掉 该扣的 那就叫净了呀 所以这是一种净值 然后再问一下 这个可变现的现是什么 可以变成现什么 现金嘛 是不是 所以可变现净值 是可以变成现金的一个净的价值 那具体来说是什么呢 是资产按照其正常对外销售 所能收到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要扣掉呢 资产至完工的手机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之后的金额伎量 其实这讲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它主要适用于存货 比如说我现在仓库里边有一批商品 这批商品我现在正常对外卖呢 我能卖一百万 但是我在销售过程中啊 我会发生五万块钱的相关的税费 所以你想一想 我可以变成的现金本来是一百万 但是有相关税费五万产生啊 所以我是不是最终可以变成现金的 进到我手上的钱就只有多少 95了呗 这也就是它的可变现净值 所以刚说我这只笔 我现在卖出去 有学员愿意出四百二十块钱 然后在卖的过程中呢 我有相关费用 比如说十块钱产生 所以我这只笔 它的这个可变现净值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四百亿十块钱呢 对吧 所以这叫可变现净值这个计量属性 那接着就是限值 限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呗 所以限值是什么意思 是现在的价值 所以这个限跟那可变现净值的限不一样哈 限值是指现在的价值 就是present value 为什么会有限值这概念呢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请问今天的一块钱 跟明天的一块钱 跟一年以后的一块钱 跟十年以后的一块钱 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我们作为初学者 我们会知道说 因为钱可以产生利息啊 对吧 正因为钱可以产生利息 所以不同时点的一块钱 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这个理解非常好 事实上我们说 这种钱产生利息啊 我们用专业术语来表述 叫什么呢 叫货币 它是有时间价值的 所以我们会讲到 货币的时间价值 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货币 它会产生时间的价值 这种价值 我们通常就可以表述为是利息 所以正因为是有这种货币 时间价值的存在 所以即便不同时点相同金额 它也表示着不同的价值 所以我们讲 你今天明天一年以后 十年以后都是一块钱 但对应着的价值 却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不同时点相同金额 它也没有办法 直接去做比较 那怎么样去把这些 不同时点的价值 来做比较 来做运算呢 这个时候就有了限制这概念 什么叫限制 我们看一下它的概念 说资产上昭 预计从其持续使用 和最终处置中所产生的 未来净现金流入量的 折现金额来计量 看到了吗 说资产 我们是看未来的什么呀 净现金流入量 把这种流入量怎么办 我们折现出来 来计量算出的那价值 就叫限制 啥意思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有一台设备 我预计未来四年 它每一年的年末呢 会给我带来一百万的经济利益 看好啊 未来四年 每一年的年末 会给我带来一百万的经济利益 那么请问 我现在是不是会认为说 哎呀 这台设备能帮我赚四百万 可以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四个一百万 是未来四年 每年年末 带进来的 那我们到底这台设备 站在现在 临这个时间点上 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呢 你能说把这四个一百万 直接相加吗 不能啊 因为今天的一百万 明天的一百万 明年的一百万 四年以后的一百万 那价值都不一样啊 所以我怎么样去算出来说 这台设备 到底给我带来多少经济利益呢 那么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 折现 就是把这未来这四年 每一年的这一百万的价值 我给它折现到现在 看你一共是多少的钱呢 比如说这未来这四个一百万 折到现在是三百二十万 那么我们就会认为 这台设备会给我带来 三百二十万的经济利 这个三百二十万 就是一个限制 所以大概找到点感觉了吧 又说为什么会有限制呢 限制是现在的价值 我们是要把一些未来的现金流量 折到现在 看它值多少钱 而之所以去折现 是因为不同时间点的价值 我们不能直接去比较 所以我们就要解决 这种不同时间点的价值 它的这比较途径的问题 所以我为了解决这问题 我就把它们全都折到现在 不就可以去做比较了吗 所以有了这个概念 如果说还没有感觉的话 我们再来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百万 那假定呢 现在银行的利率是百分之五 那我这一百万存到银行 一年之后值多少钱 那肯定得变成一百零五万呢 是吧 因为我有本金 有利息 本利之合就一百零五万呢 事实上 这里的这一百万 它就是一个限制的概念 这里的一百零五万 它就是一个中值的概念 也就是说 一年以后的一百零五万 我折到现在就刚好值一百万 所以是不是把一年以后的这个钱 折到的现在呀 这就是限制 而对于资产来讲 我是不是就是看你能给我带来多少经济力流入呢 所以流入多少 我就把这种未来现金流量的流入折到现在 那就是限制了呀 好 那同样的 你看负债 资产是带来现金流量的流入 那负债呢 肯定是现金流量的流出了 去你看 它上照预计期限内需要偿还的 未来进现金流出量 它的折现金额去计量 啥意思 比如说 呃 我预计未来四年 每年年末我要还一百万 每年年末要还一百万 那我现在需要准备四百万吗 我不需要 有货币有时间价值啊 所以我也是把这四个一百万这样的现金进流出量 折到现在 比如说就是这三百二十万 那意味着 我现在准备三百二十万 那么我呢 就能确保未来四年的年末 每一年的年末能还上这一百万 大概明白意思了吧 所以限制是把未来现金流量折到现在的价值 之所以有这个指标是因为货币存在着时间的价值 所以不同时间点上的价值不能直接的去比较 直接的去运算 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咱就用了限制这样的一个呢 计量属性 这里呢 我们先大概就说到这 因为这是呢 我们后续专题五专门会提到货币时间价值的 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管的概念哈 那我们会计里边大概的先说到这 好 接着下一个呢叫什么 叫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一看就是公平公正的价值咯 那我们简单的理解一下 比如说我手上这支笔 我刚说了 我在去年买的时候呢 是花了五百块钱 好 那我现在假设说 我去年买这笔的时候呢 老板说这支笔值二十万 老板说要卖二十万 你觉得我会买吗 我不会 我也不傻 是不是 那我跟老板还一家说 老板那这支笔两块钱吧 那两块钱人家会卖吗 他不会 他也不傻 是不是 所以最终我们是五百块钱达成交易 老板愿意卖 我愿意买 所以最终达成这个交易 所以你想 这五百块钱 对我来说 对老板来说 是不是都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价格呀 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就是一个供应价值 据他强调是公平公正的 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价值 就叫供应价值 那具体我们可以看看它的概念哈 供应价值 它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 所能收到 或转移向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以及脱手价格 但这个概念给的是非常抽象哈 首先他强调市场参与者 像我刚刚说的 我去买这支笔 那么这其实只是我和老板之间这单个的交易 但是供应价值 我们往往是站在整个市场的角度 假定说这样的笔在这市场上 那么无论是哪个购买者去买 那么在当时价格都是五百块钱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把这单个交易扩充到整个市场了呀 所以整个市场上 他这种公平的交易达成的价格 他就是供应价值 所以我们强调是市场参与者 然后呢强调这种交易是什么 有序交易 什么叫有序啊 有顺序 有秩序咯 那有顺序有秩序 意味着咱们的这个交易有没有强买强卖呀 没有 是我们自愿的公平公正达成了交易 所以一定强调是这样子的 有序交易 那么具体来说 这供应价值怎么体现呢 如果对于资产 我们是出售这个资产所能收到的价格 比如说这个卖笔的这一方 他作为卖方他卖这笔就是拿五百块钱 所以你出售这资产收了五百块钱 这个价格是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达成的一个价格 所以这个价格是不是供应的价值啊 所以你卖掉这个资产 当然是脱手价格了 对于卖方来讲 这个笔卖出去的 那当然是脱手价格呀 好同样负债呢 它也会有一个定义 但它不太好理解 叫什么呢 转移一项负债 所需支付的价格 转移一项负债是什么意思 这负债转出去咯 那说白了转出去了 负债不就了结了这负债吗 那你想要了结这负债 你是不得给钱吗 对吧 比如说我给二十万 这债就了结掉了 这债就还清了 那了结掉了还清了 这债不就脱离我的手了吗 不就转移开来了吗 所以转移一项负债 要支付的价格 我转移这负债我给了钱了 这债就离开我了 这不也叫做脱手价格吗 十万块钱就把这债了结了 我付十万块钱 这债就没了 这债就离开我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 是脱手价格 也是一个公平公正的 合理的价格 它就叫供应价值 明白了吧 这叫供应价值 所以它总之基本的理解 就是有需交易 然后这样的价格 是我们双方各自自愿 达成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好 那说到这呢 其实我还特别想提一提 供应价值和历史成本的关系 就像我们刚刚讲说 那个笔 我去年在买的时候 是花了五百块钱 当时那五百块钱 是我和老板 我们双方自愿达成的交易 所以这五百块钱 是供应的价值 是不是 那当时是供应的价值 我们现在再回过头 去看这供应价值 它变成什么了 它变成历史成本了呀 是不是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你曾经的供应价值 是不是会变成历史成本呢 对吧 所以简单的讲 其实历史成本 它曾经也是一个供应价值 而供应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 它总会要变成历史 所以这是他们的关系哈 也就是要提醒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提他会问说 这是什么伎量属性呢 他就会说是 取得这个资产的时候 它的一个供应的价值 那你就要一定看好 这供应价值是 什么时候的呀 是当时取得资产支付的价值 那是供应的价值吗 如果是当时的供应 站在现在 已经变成历史成本了 只有我们现在 此时此刻的供应的价值 那才是真的供应价值 另外吧 所以这是他们的关系啊 好说到这 那其实我们就把所有的伎量 属性的事呢 就都说完了 都介绍完了 那介绍完了之后 接着我们要解决的就是 你怎么应用啊 像我刚说那只笔 那好像有好几个价值呢 历史成本 重置成本 可变性 净值 这么多 那到底怎么去用它呢 所以我们就要讲 其实这些伎量属性 它都有自己的应用范围 那么首先咱们来说的是 历史成本 历史成本 它是真实存在着的一个成本的 所以它的应用范围是最广泛的 因为这是真实存在着的成本 所以会计要素在计量的时候 一般就要采用历史成本来计量 所以这支笔 那么正常情况 我去年买的时候花500块钱 那么这支笔的历史成本 就是500块钱 咱就是以这500块钱为基础 去计量这支笔的 因为这是真实的 以历史存在着的 所以它是一个呢 值得信赖的这样一个成本 所以它应用范围是最广的 好 接着再来看重置成本 我们说重置重置是重新购置的呗 所以它的范围是什么呢 用于盘盈 盘盈存货 盘盈固定资产 比如说我们突然盘点着盘点着 多了一台设备 那你多了一台设备 咱是不是得要知道说 这设备值多少钱呢 所以这时候咱就只能看重置成本 说重新购置一下这样的设备值多少钱呢 比如重新购置这设备有20万 设备有六成新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设备就只12万呢 所以会用到重置成本 好 那接着是 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前面有提一下 它用于什么呢 存货的期末计价 我有一批库存商品 那么我是不是得看一下 如果我把这商品卖出去 那么我的可变现的净值是多少呢 所以这个是存货会用到的 后续会告诉大家 像存货它的期末计量 用的就是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熟低来计量的这个原则 所以这是用于存货啊 要清楚 那接着 限制 限制我们说是现在的价值 所以一看到它会想到 是因为货币的时间价值存在 才有了这样一个计量属性 所以它什么时候用呢 一定是有货币时间价值的时候用 比如说 分期付款方式取得固定资产 货物型资产 比如说二 我呢以分期付款的方式 买了一台设备 这台设备呢 我未来四年还说四年啊 未来四年每一年付一百万 从而取得这台设备 所以我是不是说 哎呀我这台设备值四百万呢 不行为啥 因为你这四百万 不是现在立刻马上支付的 是未来四年 慢慢的去支付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这四个一百万 折到现在才知道 这台设备值多少钱呢 假定折到现在值三百二十万 那么这个设备 我们就得按照三百二十万这个限制去入账 那我什么也问一下啊 为什么限制是三百二 但是我还钱却得还四百呢 很明显 两者之间的差额是什么样 是利息呗 是不是 相当于说 其实这东西就值三百二十万 但是你是慢慢的去呢 还这些钱的 所以你慢慢去还钱 相当于三百二十万是本金 四百万是本利之合 所以中间那差额八十 可不就是利息吗 但初学者听不懂 这利息这概念没关系啊 好 那么对于我们买的这一方 叫分期付款去买了这固定无形资产 那你想 对于卖的那方呢 是不是就是分期收款的方式 它实现了销售收入啊 我卖了一台设备出去了 我要收钱 我收四百万 但这个四百万是未来每年年末 给我一百万 我分四年去收回来的 所以你能说呀 我的收入就四百吗 不行 事实上你未来四年 每年年末收一百 咱们把它折现到现在 就值三百二十万 我的收入是不是也得只能是三百二十万呢 所以这都是有时间价值的事 另外还有一个叫弃制费用 这个我们不展开了 在那哪会讲呢 在我们后续讲固定资产会提到 因为弃制费用是若干年之后 我们在抛弃 在搁置这固定资产的时候 要发生的这些费用 所以很多很多年之后发生的 有时间价值 所以要考虑限制 这就是限制的应用 好那接着就是 供应价值的应用了 那供应价值的应用呢 其实我们在后续学习的时候 会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 有一些资产或者有一些负债 它就是按照供应价值来计量的 非常典型的 比如说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么它的期末 就是按照供应价值计的 比如说我们投资性房地产 它有一个呢 后续计量模式 叫供应价值模式 那供应价值模式之下 我们也是按照供应价值去计的 比如说我们有个金融资产 叫其他债权投资 还有一个金融资产 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他们都是按照供应价值去计量的 所以你既然是按供应价值计量 所以每到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咱们就得盯着这供应价值 看它是多少了 然后要及时的去调整这资产的价值 这就是供应价值计量它的应用 会非常明确的在学习的时候告诉我们 好说到这 那咱们就把这些不同计量属性的应用就说完了 所以这些计量属性同时存在 但是各司其指 各自都有自己的对应的范围 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 随便的去使用的 好这个点 那咱们就说完了 那这个点说完了 咱们得看看题目吧 来看这个单选题 说企业取得和生产制造 某项财产物资的时候 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那是什么计量属性啊 所以你看到什么了 说我取得或生产制造 那项资产 我实际支付了现金现金等价物 你取得也好 你生产制造也好 那是什么 那是过去啊 那是历史呀 所以这样子支付的现金现金等价物呢 当然叫做历史成本了 答案就选C 所以这是呢 带着大家来演练一下这样的一些计量属性 那接着我们进入这个专题的最后一个内容 也就是第九点 会计等事 前面说半天呢 我们是围绕着会计要素和它的计量属性展开的 那么要素也知道了 计量属性也知道了 咱接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 就是要素和要素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那当然是有的 据它们的关系是通过会计等事来反应的 所以大家看它的概念哈 说会计等事又叫会计横等事 叫会计方程式 叫会计平衡公式 其实你怎么叫都行 总之它就是呢永远相等的 它是表明会计要素之间基本关系的等事 所以这个等事就是反映要素之间关系的 而这些等事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基本横等事 基本横等事 注意啊 横等横等是什么 永恒相等 永远相等 这种平衡关系永远都不可能被打破 这叫横等事 首先第一个横等事就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我们说前面讲到会计要素是六个分成两波 第一波反映财务状况 那么就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它是在哪张报表中反映啊 资产负债表中反映 所以我们当时有告诉大家说 这个资产负债表里边就有资产负债跟所有者权益 事实上这张表是可以分成两部分的 它的左边就一定是资产 它的右边的上面就一定是负债 右边的下面就一定是所有者权益 但是最终它左右两边一定是相等的 因为我们这个资产负债表 其实就是以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这个等式为依据去编制的 然后还记得吗 我前面讲的 比如说我现在要成立一个企业 我要花钱 我总共要一百万 我总共要一百万这一百万怎么来 我假设投资者投了六十万 假设借了四十万 所以你看这个资产 是不是就是等于投资者投进的六十 加上我借的这四十啊 所以你看投资者投进来的钱 还有我借进来的钱 最终都会以资产的方式呈现在这个企业 是不是这也在很简单的告诉我们 这个企业的资产 它一定就是负债 加上所有者权益啊 所以这是这个式子他的理解 并且我们说这些要素 它叫什么呀 静态的要素 所以这个等式它叫什么呀 它叫静态的等式 所谓静态等式就是 它反映的是现在这个点上 企业的资产负债 跟所有者权益的情况 就比如说在现在这个点上 这个企业资产是一百万 负债是四十 所有者权益是六十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比如说在三个月之后 那么企业资产还是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 但是它的金额可能会有变化 比如说三个月之后 我资产变成一百二十万了 我负债呢还是四十 但我所有者的权益呢 就变成八十了 你会发现 这个等式还是会相等的 但是因为这个资产等于 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是一个静态的等式 所以它是每一个静态的点上 都相等 但是不同点上 这个等式 它的数字可能会有变化 比如你看第一次相等 一百等于四十加六十 那随着时间拖移 这个等式会永远相等 但是这个数字的呈现会变化 比如说后续你再相等 一个月之后 或者三个月之后 变成一百二等于四十加八十 但不管怎么着 等式的平衡是不会被破坏的 好接着我们再看 第二个等式是什么 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呢 这个我们说是我们讲的 那要素里边的另一波吧 反应前什么 经营成果的呀 反应经营成果不就收入费用和利润吗 所以这个等式应该很好理解 收入你减去费用可不就是利润吗 对吧 但我们讲说收入费用和利润 它是一个什么样 是一个动态的要素 所以我们讲 它们是反映在利润表中 利润表是个动态报表 事实上这个等式是个动态的等式 也就是我们对应的是一段期间 比如说在二一年度 你有多少费用 多少收入 有多少利润 是不是比如说二一年度你的收入有八千万 你的费用有六千万 你的利润是两千万 这指的是这个年度 明白吧 所以一个是动态等式 一个是静态等式 那么这就是基本的横等式 它们一定是永远都相等的 可是讲完了这些基本等式 我们还得讲一个拓展的横等式 什么意思 有动态有静态 那动态跟静态它有关系吗 太有关系了 为啥 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就比如说刚刚讲这企业吧 我刚成立一百万 有资产一百 负债 四十 所有者权益 六十 我成立了 我开始运转 会有收入 会有费用 会有利润 收入费用和利润的存在 是不是使得我 企业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会有所变化呀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是 有一个静态的等式 有一个动态的等式 因为有这动态等式的存在 所以其实我的静态等式也不断的在调整 就比如刚刚讲的这个企业呢 一开始资产是一百 负债四十 所有者权益六十 一百等于四十加六十 我经过自己的运转 我产生收入 产生费用 产生利润了 所以我们在一个月以后 那我这个时候这等式就变成资产一百二了 我资产增加二十了 然后我负债四十没变 我所有者权益增加二十了 所以你看 这个后续再平衡的结果 是不是我们静态等式在考虑 动态等式之后的一个新的结果呀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他们当然是有关系的 这种动态 这种企业通过运营 有收入 有费用 自然就会使得资产负债和所有这群 跟着就会有变化 所以这种变化 我们通过什么等式来体现呢 就在这 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 加什么 加收入减费用 但有同学就纳闷的说 不对呀老师啊 数学老师教过 这等式 你前面这两个等式 他各自相等 你后续要相加的话 应该是左边加左边 右边加右边呢 所以你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 你加收入减费用的话 左边到底应该再加个利润 这式子才相等啊 在你这就不加了呢 这式子有问题吗 我告诉大家 当然没问题 那为什么没有问题呢 你要注意了 数学上 确实说等式 说方程式 但是数学上 每个项目只代表他自己 所以你自然在数学上 等式加等式 得左边加左边 右边加右边 是不是 但会计上可不是这样 会计上 咱这说的是要素 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 这种相互转化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一说 为什么在这个等式当中 不用出现利润 第一种理解 利润帮谁挣的 帮所有者挣的 所以你利润最终 是不是会转化成为 所有者权益 那你转化成 所有者权益了 那自然我还需要再次去 呈现这利润吗 不需要啊 这是第一种理解 而第二种理解 我们用具体的例子 来跟大家说 你就更好理解了 比如说 我这批衣服卖出去 三百万的收入 我这批衣服呢 它的成本是二百 去二百万的费用 所以你看 收入增加 假定这三百万 我收钱了啊 那我收钱了 我的收入增加 钱也增加 是不是收入增加的同时 资产增加了 对吧 所以你看这等是平衡 被打破了吗 没有啊 继续平衡啊 好 然后呢 费用呢 那我这个费用 我截转了这个产品的成本 我费用是增加的 但是你同时 资产会怎么样 资产会减少呀 为啥 但这个我们后续学 会计分路会知道 我把这个库存的商品 卖出去了 所以你想一想 一方面 我的费用增加 那么另一方面 我这个仓库里边 存着的这个库存商品 是不是会减少啊 所以的话呢 费用增加的同时 我的资产 其实是会减少的 所以是不是 这种费用变化 通过资产 又呈现出来了呀 所以这个等是 它平衡会被打破吗 它完全不会 但如果这个费用 你还是听不懂 我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 不说吧 我付了广告费20万 我付了广告费20万 那确实是费用增加 对不对 但是你付了广告费 你拿钱去付的 费用增加 我资产减少呀 是不是 资产减少 所以这等式平衡 不会被打破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诉大家 我们在会计角度 这个横等式没问题 那个利润 它自然会转化成为 其他的这些要素而存在 所以我们不需要 在这额外的去呈现利润了 然后同时 我通过刚刚的讲解 其实大家也发现了 这样的等式叫横等式 所以任何经济业务的发生 它都不可能影响 等式的平衡 等式是绝对绝对平衡的 明白了吧 好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会计等式 咱们说完了 就讲到这儿呢 其实我们这一个专题 全部内容就结束了 这个专题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些知识 咱们再来整体的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是讲了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呢 我们首先是给大家引出来 什么叫会计对象 它是资金运动 但是会计对象是非常笼统的 所以咱们对它做了具体化 于是就给大家说到了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接着就讲到有六种 六大会计要素 但是是分成了两波 对不对 一波是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一波是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咱分别都说了 这个是绝对的重点 好 那么讲完这些要素之后 那咱们就提到了 这些要素的计量属性 讲了几个呀 五个 对吧 这五个计量属性 包括历史成本 包括重置成本 可变形净值 限制和公允价值 咱们就说了 它们各自的含义 以及最重要的是 它们各自 它的应用 要能知道 好 然后咱们就说了 那你这些要素之间 是什么关系呢 就讲到会计等式 讲到了基本的会计等式 也讲到了拓展的会计等式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专题的内容 对于我们小白朋友来说 这个专题特别重要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 好好的去听 尽量的多听懂一些东西啊 所以这一个专题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谢谢大家